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被造谣偷税,名誉受损,迅速发律师函否认此事并提起诉讼。 3月29日,演员赵丽颖就恶意被中伤偷税漏税的事件发出律师函,否认偷税漏税,趁会积极取证,向法院提起诉讼。 律师韩忠明确表示,爆料者用移花揭幕的方式编出假的内容,严重影响当事人的名誉,已被好证据和相关材料递交法院立案。 爆料者造谣的相当缜密,认真的人就会信而为实。 趁赵丽颖和孝央,董子健主演的《谁是凶手劳务报酬》有1.6亿元,还列出一连串该依法纳税的数据,最后统计出赵丽颖少缴7000多万税款。 内容编得有血有肉,在网络上引起一片哗然。 不过,赵丽颖的粉丝深爬发现,爆料者的内容都是旧内容,利用过网友过偷税行为的明星事件进行篡改,硬生生地批出本以为是真的内容,让赵丽颖名誉受损。 粉丝得知是假消息后,当天稍晚,上海税务局也在第一时间发文,一切以官网为准。 但赵丽颖还是委托律师保存证据,起诉该事件的爆料者,已正清白,不得不说该事件恶意抹黑赵丽颖,非常的严重。 众所周知,此前出的明星献心领使得明星的收入大幅度缩水,但还是有不少明星和制片方挺而走险,通过各种不合规的手段逃避税款,前有演员范冰冰,后有主播雪梨,近有演员邓伦等。 虽然他们都补缴了款税,避免了牢狱之灾,但个人事业毁尽,付出的代价相当大。 赵丽颖出道将近15年,没成名前一直兢兢业业,个人口碑相当好,鲜少负面新闻传出。 凭借陆珍传奇而上升为一线演员,精湛演技深获观众的好评。 当然,他主演的《谁是凶手》也是相当出色,要不然怎么会被拿来造谣呢? 被造谣被抹黑,赵丽颖勇敢维护自己的名誉,粉丝们都为他点赞。 据知情人透露,目前赵丽颖在娱乐圈的资源很丰富,不断有大咖导演找他拍戏, 不过赵丽颖也想转型升级,和刘诗诗合伙投资拍片,不愧是一名实干的85后小花。 此前,赵丽颖参加综艺赚了一波好感,人气依旧,和冯绍峰离婚后她的事业也没有受到影响, 如今遭受偷税谣言,自然是要拿起法律武器来还自己一个清白。 谁是凶手官威为赵丽颖发声,说话注意点,造谣可是违法的。 近期的赵丽颖,突然发布了律师声明,起诉了多位网友,就连工作室也发了相关声明。 如此大的动静,让很多不了解事情来龙去脉的网友一头雾水,很多网友也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如图所示,这次声明的来源是因为赵丽颖的女主剧谁是凶手。 本来已经收官的悬疑大剧谁是凶手,还收获了不错的成绩和口碑。 但近期网络上却突然有了很多爆料,这些爆料李直言赵丽颖在拍摄这部剧时的片酬很高,以及相关信息。 但随后有网友发现,这些爆料的内容,主角原本是谋爽。 只是截图里把名字和年份进行了替换,比如把倩女幽魂换成了谁是凶手, 其他数据则完全没有改变。 这样的爆料,明显是假消息。 但因为这个话题在当下很受关注,所以依然引起了巨大关注和讨论度。 好在赵丽颖工作室及时发生,起诉网友,否认了相关爆料。 很值得一提的是,被牵扯到的电视剧《谁是凶手》,官威也下场为赵丽颖发声了。 如图所示,在相关爆料甚销沉上的时候,《谁是凶手》官威发文,说话注意点,造谣可是违法的。 《谁是凶手》的剧方都这样说了,更加说明了有关赵丽颖的爆料,确实不可信。 不得不说,在当下这个关键时期,这样的爆料,足以毁掉任何一个演员的演艺事业。 所以赵丽颖方的律师声明,工作室的声明,以及《谁是凶手》官威的发声,都是及时且很有必要的。 毕竟,赵丽颖作为一线花旦,还有多部影视剧呆波,不应该被谣言所影响。 当然,也因为赵丽颖的观众缘一直都非常好,所以赵丽颖这次的维权,得到了网友的一致认可。 如图所示,在各大评论区,网友都支持赵丽颖起诉网友,以及表示相信赵丽颖。 所以对于赵丽颖的相关爆料,以及这些声明,你怎么评价呢? 讲真的,赵丽颖才是女人的穿搭典范,又萨又美。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一些重要场合,穿搭都是展示个人气质形象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然而,如何搭配却是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问题。 其实,参考明星的穿搭就是学习穿搭的很好的途径。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来学习一下明星赵丽颖的穿搭思路,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 第一套,碎花雪纺衫加高腰牛仔裤。 牛仔裤可谓是生活中最常见也是最受女性朋友们欢迎的时尚单品,牛仔裤的种类很多,搭配方法也多种多样。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赵丽颖将高腰牛仔裤和碎花雪纺衫配在一起的搭配。 01,高腰牛仔裤加复古腰带。 在这套穿搭中,赵丽颖选择了稍深色的牛仔裤,扩腿的设计和挽起的裤脚,让她的腿显得比直而又修长。 高腰的设计在搭配上复古黑色腰带,拉长她下半身的比例的同时,也让她整个人充满了韵味。 02,白色吊带加碎花雪纺衫。 这套穿搭的上半身,赵丽颖采用的是白色吊带和碎花雪纺衫的搭配。 白色吊带内穿,雪纺衫外穿,让她雪白的肌肤若隐若现。 而雪纺衫又是充满女人味,很显气质的一件单品,碎花的设计满是少女的气息。 这样的搭配,让她整个人显露着专属于女性的魅力。 同色系配饰。 在赵丽颖的这套穿搭中,最显眼的也不得不提的就是她提的麻袋布包。 这个布包无论是从色彩上还是风格上,和她身上的雪纺衫都十分相似。 这样的大型包包也将她整个人衬托得更加娇小动人。 第二套,红色金丝绒连衣裙加黑色系跟高跟鞋。 在生活中,我们难免要出席一些正式场合。 赵丽颖的这套穿搭就是很端庄大方的一套,适用于一些正式场合。 02,红色金丝绒连衣裙。 金丝绒材质的衣服本就有让人显得雍容华贵的作用, 赵丽颖这套穿搭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对衣服材质的选择, 还有对衣服色彩的选择。 红色连衣裙将她的皮肤衬托得十分白皙, 也让她整个人显得十分有气色。 同时,这件连衣裙领子和袖口以及连排扣的设计彰显出了她端庄的气质。 02,黑色系跟高跟鞋。 鞋子的选择对一套穿搭来讲是很重要的, 赵丽颖在这套穿搭中对鞋子的选择就是很成功的。 一双黑色系跟高跟鞋在增高的同时, 露出她纤细的脚踝,营造出大长腿的效果。 第三套,蓝黑色开插长裙。 与第二套穿搭一样,这套穿搭也是适用于正式场合的。 与第二套穿搭的端庄不同的是, 这套穿搭更加大气,也更彰显人的气质。 01,黑色紧身内搭加裙纱设计。 赵丽颖的这套穿搭的设计是非常独特的, 里面是一件黑色紧身内搭, 外面采用的则是较为宽松的蓝黑色裙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裙纱的设计, 纱质的选择让它充满了女人味。 圆领的设计显露出它精致的锁骨, 裙纱拖地的长度以及开插的设计则十分显高, 营造出大长腿的济世感。 这样的搭配, 将赵丽颖的完美身材不遗余力地展现了出来, 也让它整个人充满了女性魅力。 02,铜色细包包。 在这套穿搭中, 同样吸睛的还有它手中的蓝黑色包包。 这个包包的风格和衣服相呼应, 金色亮片的设计让它整个人显得特别高贵。 上面为大家介绍的赵丽颖穿搭, 是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的。 第一套穿搭是比较日常的, 也是非常精致的。 后面两套穿搭适用于正式场合, 不管是红色金丝绒连衣裙的端装, 还是蓝黑色长裙的大气, 都是十分可取的。 我们要明白的是, 衣服的数量不在于多, 而在于精, 不管拥有多少套衣服, 搭配好才是最有用的。 学习明星穿搭是非常有意义的, 希望今天的穿搭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